歡迎收聽《新視角》 聽新聞 我是Hermione 前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尊立軍和主任傅政華 分別於9月30日和10月2日相繼落馬 對此 記者採訪了《血腥的活摘》的作者 加拿大知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 和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 他們一致認為 由於中共內鬥 迫害法輪功的血債幫正在受到懲罰 但是只要中共存在 他就不會停止人權迫害 法國國防部智庫近日發表重磅報告 揭露專私迫害法輪功的機構610辦公室 這個辦公室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99年 當年6月7日 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決定 發起中共黨的政治局臨時會議 要對法輪功採取措施 該報告稱 這個辦公室實際上是一個法外機構 成立後幾個月裡 就在中共體制上下建立了嚴密的網絡 報告說 610辦公室據說有大約1萬5千人 遍及中國內外 它可以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據打壓法輪功 習近平十八大上臺後 展開清洗政敵的行動 曾經迫害法輪功的高官也陸續落馬 目前已有6名610系統頭目落馬 其中包括被判無期徒刑的周永康 以及眾多各級610官員 大紀元時事評論員橫河稱 610辦公室被稱為中共體制內高危職位 除周永康 孫力軍 傅政華和今年3月落馬的彭波外 還有其他兩個曾經嚴重迫害法輪功 並以落馬的610系統頭目為李東升和張悅 此外 落馬的前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也曾積極參與迫害法輪功 外界分析 李 孟 孫 傅等都是周永康的人馬 而周永康是因積極迫害法輪功得到江澤民的賞識而起家的 所以這些前610 公安部高官的官場惡運就是作惡招來的報應 麥塔斯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 傅政華參與其中了 現在正受到中共的不同形式的制裁與懲罰 麥塔斯認為 無論周永康 薄熙來 還是傅政華 孫力軍等 他們都是以迫害法輪功作為在黨內升官的手段 但麥塔斯說 這些人落馬的表面原因不是迫害法輪功 中共也不會以某種方式停止迫害法輪功 對這些人的腐敗等指控 只不過是出於政治原因 打擊政治對手的 是中共操縱控制權力的一種方式 說白了 這是共產黨內部的鬥爭 麥塔斯認為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尤其是活摘器官 實施的是隱性群體滅絕 國際社會最終將通過綜合的制裁方式誠治惡人 據明慧網報導 傅政華作為曾經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長 公安部副部長 中央610領導小組副組長 中央610辦公室主任 司法部部長 不僅是中共及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的重要成員 而且是各種迫害罪行的幕後策劃者 指揮者 他必須為發生在任期內的各種對法輪功的迫害罪行負責 2018年6月29日 在記者會上 時任司法部長傅政華被多家媒體追問失聯多日的王全璋律師情況時 傅政華聲稱 中國是法治社會 任何人的自由 任何人的權利都是要依法來處置 如今 傅政華本人也將成為中共處置的對象 對此曾做過10年檢察官的喬高對記者說 不幸的是 在中國 黨凌駕於法律之上 中共從頭到尾都沒有法治 這些官員可能不明白的是 法治意味著每個人都會得到平等對待 喬高說 在法治國家 包括忠實法治的加拿大 總理或政客不會因個人的好物決定追捕起訴某人 而是由檢察官決定某人是否違法 要被起訴 沒有人站出來說 我們希望司法部長明天就這些事情起訴某某 這不是法治 那是中共的統治 喬高援引曾在中國工作多年的加拿大律師安世利的話說 在中國 所謂的法院對案件的判決沒有任何影響 判決是由中共高官事先做出的 那些法官坐在那裡做筆記 看起來像是在聽證據 但任何所謂證人在法庭上所說的任何話 都不會對判決結果產生任何影響 坐在法庭上的人 只是對被告宣讀判決 這不是法治 喬高表示 中國人民勤勞 智慧 是他們用勞動換來了中國經濟的成長 在中共的統治下 他們就像樓一樣生活 中共的法律制度是難以形容的糟糕和不人道 本文由大紀元記者梁耀 加拿大沃泰華採訪報導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越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臨無間諸一趟的聲音 令人活動換成長 臨無間諸一趟 這個人活動大紀元的派遇 就是參加似爭奉了 這個問題有ordin� 這個問題有在許多指示 本節目的壹下 這個問題是非常好